大家还记得曾经那个子铃吗 凭这非常温顺的脾气 成功能赢得了人们对于她的关注和委屈 对于那一个幽梦 在原来那个时候可是火遍了大家小巷 几乎人们见面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相互吐槽抱怨一下 转眼间这么多年已经过去了 曾经那个让我们总想费几心思保护的子铃 竟然已经成了别人家的老婆 这还不算什么 竟然连孩子都已经在准备好 第二个娃娃的到来了 这样的消息简直太让人们吃惊了 对于小编个人来说 我是特别喜欢湖南台这个电视节目了 不仅仅是小时候现在也一样 因为她总能给我一些惊喜 不管是感情上的还是生活的 每个电视节目更是精彩 最近刚刚上映的温暖的闲 就是张嘉妮在产后参与拍摄的第一部电视剧 在这部电视剧中 女主角不是子铃 而是我们另一位气质型的美女张金念 在电视剧拍摄完毕后 几大主角相聚在一起拍照 而张金念却在拍照中显示出了她的优雅气质 同时还更能体现出了她的专装 因为不管什么时候 不管在哪个角度拍她 可都是一副特别优雅大方的姿态